接下來這首歌曲 我覺得有點熱 還以為是壞子 接下來這首歌曲 我跟你說也是一個很挑戰的事情 因為我剛剛說我唱了很多的 語言的歌嘛 第一首唱台語 然後中文現在還是英文 等一下我要唱的歌曲 是日文喔 是不是很適合拿這個 一把上一次這樣子 好 這也是我第一次唱 我第一次都獻給你們 我要唱的這首歌呢 它是一首日本很老很老的歌曲 然後大家應該也有聽過 然後有的時候我在練歌坊坐一會唱 因為老弟好像會叫我唱 好 這首歌叫做蘋果花 一首歌的歌曲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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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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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辛い別れを泣いたとさ リンゴの花びらが 風にちまゆが ハーラー 你還記得嗎 當年在冰果樹下 你曾經對我說過 你要永遠的愛主 把我當蘋果花以後的對待 啊 你還告訴我 要讓我永遠幸福的生活著 可是 多少甜蜜的舊夢 就像金花旋月消失不及 我尋也無若 蜜也無助 你就這樣忍心的離我而去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很多人 太陽 是 太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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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檬の花びらが風滲いたような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・編曲 初音ミク glacier ・編曲 初音ミク 其實這場演出後也算是讓我圓夢了啦 因為這些歌曲我平常沒辦法唱 好的 希望剛剛那三首歌曲大家會喜歡 然後接下來我要歡迎下一組的演唱人出場 歡迎